前往北京的乘客请注意 我们道歉的通知 您乘坐的航班远路到15点 远路时间待绝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的系列美捷卧机场 我现在已经在这种15个小时的时间了 我的行李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 昨天晚上我们就在一个跟后车室一样的大厅旅行 在那里睡觉 然后早上起来我们的洗漱用品也都在我们的行李箱里 到现在为止就特别的疲惫 我们已经就是被通知 飞机延机已经六次了 下一次是定在了15点 就是三夜中 距离现在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我现在真的不是很确定 还会不会延机 所以我现在的心情真的是 非常不知道说什么 就希望我们还可以尽快回国吧 然后我们隔壁有一个 就是我们上班机也是飞上海的 然后他们就在大概一个小时前 东方航空已经派机来接他们 他们现在已经上飞机走了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来接我们 还是说我们的机能在下午三点准时飞行 俄行的补助的话就是一顿餐他会给补助相当于100人民币 然后但是他这很多餐厅都不接受这个餐券 反正而且他也不给我们提供住宿 尤其是我们在我们不知道我们行李箱在哪的情况下 我们随身的一些东西也都没有 就很现在的情况处境啊 现在是感觉就像流浪一样 我们抱歉的通知 您乘坐的航班远路到17点 4点 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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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点 5点